记者黄中山台中报道,台中市府新闻局与公事合办2017世界公事大展精选真理的叛逃影展,精选12部全球最棒的公共电视作品,探讨其事,难民与网络世界等议题,15日至17日在市府集会堂登场,免费开放民众网络或现场报名参加,感受各国文化的视觉饗宴。 新闻局长卓冠亭今天表示,台中近年已成为全台电影院票房第二大的都会城市市观影人口和影视设置的摇篮,新闻局将持续推动影视辅导与推广政策,扶植在地及协助国内外影视团体。 卓冠亭也感谢公事团队再度回来台中带来12部全球最棒的公共电视作品,让市民透过影像认识各国多元文化,拓展观影视野,市府也将持续协助各式影展活动在台中举办。 欢迎公事每年都把最好的作品带来放映,也邀请台中影迷把握难得机会踊跃共襄盛举。 公共电视台总经理曹文杰表示,该电视台每年均由国际公共电视组织Input年会入选80部作品中,精选出8-12部各国公事加作带回台湾,免费在国内放映。 可以说是精华中的精华,期盼在低影迷透过观摩国际作品掌握世界最新脉动。 新闻局表示,迎展主题为真理的叛逃,影片类型含瓜纪录片,短片,电视电影,更选应一部VR短片,议题涵盖难民,霸凌。 歧视网路陷阱等以多元影像与犀利角度呈现当前社会关注议题,每单元也安排应后座谈延伸讨论,让观众感受一场紧扣国际脉动的思辨之旅。 世界公事大展精选真理的叛逃影展将自15日至17日在台中市政府集会堂,台湾大道市镇大楼四楼举行相关资讯请上影展官网查询。